进入高雄第一社会大学举办的成果展 民众失明之外 更不忘双手消毒 出门一定就戴着口罩 然后减少外出外食 台北疫情这么严重 口罩 然后这个都要实际做好 会如此担心 因为高雄小港机场 传出了一名防疫计程车司机 再到国际航班反排旅客 事后发现该名旅客 近视新冠肺炎确诊者 个案在结果通知之后 就到我们指定的医疗院所 去进行裁剪 那检验报告是阴性 机场排班司机 全穿上了防护衣 防疫提高规格 全入武装 会当心吗 就是要注意一点 有同步我们就去 去去去去 我们现在也有做一个 现在都要搓搓搓搓 来到台南美领 发现不少赏花民众 没有戴上口罩 现在怕是怕松懈 怕防疫疲乏 我们请警察局的同仁提醒民众 做实联制 做戴好口罩 拍照的时候也不要拿下来 上山的这个车辆呢 据统计都在三四千步左右 恰请交通局提供免费的接驳车 利用免费接驳车方式 疏导上山的赏花人潮 呼吁出游的民众 要做好各项防疫 不要一时疏忽 让自己跟家人染疫 大约新闻高雄台南 综合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